中华民国总统府前秘书长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抗力于近日到访美国纽约 并于11月7日过境洛杉矶做两日短暂停留 中国国民党美国西南支部于11月7日在柔斯密888海珍餐厅举行吴伯雄抗力欢迎酒会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而立法院我们拿了四分之三的许位 但是这种成绩我们不可否认 要再来一次是不大容易的 所以距离选举只有七十天 受我不焦虑那是骗人的 我非常的焦虑 主要还是基于我们历史的经验 过去的多少经验 证明要团结才可能打赢 不团结就可能出来 而这次的选举必然是输赢之间很少的 这是一个很接近的一次选举 最后的七十天 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左右选举的结果 而选举的结果一定牵动的是台湾的整个命运 甚至整个两岸之间的关系 都可能会接着发生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各位在海外的侨民 也应该关心的一次选举 所以我在这里也恳求 我以国民党如意主席 我今年刚好是入党五十年 也是以这次全国会员会总会长的身份 只要我一句话不提拜托拜托 那是太矫情 我还是要在这里诚诚恳恳的 向各位拉票 希望关心这次选举的人 方便回去的话 请你去的 回去投一票 假如没办法回去的 也请你整理一下 在台湾的老同学、亲戚、朋友 一天几个国际电话 他们看很多人接到海外来请投的电话 他们的印象是很深刻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 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我也在这里 首先要向大家 拜托拜托 为了整个民主政治的提升跟发展 我相信海外的侨民 也非常关心台湾的选举 希望他们把关心跟热情发挥力量 能够回去投一票 或者是激起来参与 这是